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請來一個共匪 漁夫旁邊有個共匪 來 我看一下 漁夫 你怎麼 你請個共匪過來 對啊 我們一家都是那個堂哥 你資匪 人家怎麼不是共匪 亂講 人家是演共匪的角色 不是真的共匪 堂哥 你好 今天這個形象非常好 怎麼會講我是共匪 是嗎 請問您對台灣 對台灣這個風在有什麼看法 是嗎 是啊 好啦我再問人家啦 你別這樣啦 好啦 是 那我知道你念的是龍磚是吧 屏東龍磚 序幕獸藝科 真的你這個 你這個 有沒有學好這個當初的序幕獸藝啊 不能說多專精啦 也不是全班什麼名列前茅的 真是 該學都學了 然後也到牧場去養了豬 養了牛 養了羊 我在台南縣的一個牧場 待了一年半做技術員 在那一年半之內 淹了不少豬 淹了不少豬 也接生過不少豬 那現在還記得嗎 我現在 你給我一把刀 你們誰要借我實習一下 來 剩集 剩集來 那很 我在當時很熟練 因為豬要跑 我們淹的時候 豬都要這麼大個 那豬太大個 那叫五花大榜 很多人一起來搞了 那個力氣太大了 那這麼大的豬 豬這樣跑 我個很大 所以我算他跑 跟他一起跑 算他的前置量 你懂嗎 就是他在這裡 身手要身這邊來 剛好到這邊來 嘩這一下接觸 一擠 兩腿在空中 然後你就嘩 屁股這樣一擠 那個搞完 嘟突顯出來 刀子就下去 你可以算大概3到5秒 嘰嘰嘰嘰 刺 旁邊一個盤子一放 9.9一塗 我地上一扔 那個小豬在地上 是哀叫一聲 然後那個屁股這樣 好像那個男生尿完之後 那個反應 一下子就OK了 他繼續吃東西去了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然後那個盤子上 我一個下午工作下來 可以堆積成這樣一個刀丸 那好不好吃 好好吃 先下水去腥 再加辣椒跟燈 好好吃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OK 那怎麼會 剛剛開始講這一段 就覺得已經好像真的是很好吃 不過看到你這種創作俱佳 就想到說你那農專 怎麼會不會跑來這個 後來到最後來表演的這樣子 沒有 其實從小就是一直喜歡這個 我都覺得我興趣沒有改過 我從很小很小很小就是 畫畫 聽故事 然後講故事給別人聽 跟弟弟妹妹一起去看個電影 回到家子 把剛才看過的電影再講一遍 他們覺得我講的故事 好像比他們剛看的電影還好看 還有那種習慣 我必須要再講一次再講一次 然後自己像導演 要重新再組合一下那些畫面 後來讀農專是 怎麼講 我個性上比較喜歡農業社會的一些事情 不太喜歡工業社會的一些節奏 或者是一些花樣 所以讓自己拿個鋤頭在田裡面流汗 這樣的事情 是我覺得我很願意的 你叫我打個領帶 在冷氣房間打個卡 然後打電話那種事 我就覺得人要靠這樣賺錢 我就覺得不很爽 但是小時候那種 不知道是哪一種揭操造成的就是 我覺得人要流汗 想農夫 想耕地 然後領到一碗飯吃 那個飯就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讀農專在這方面很 很讓我得逞 整個的這個 到了 後來到了整個的嚴重 南京巨訪 是因為這個 吳敬禁博士在帶出來 是不是這樣 應該是我們把它給挖出來的 那個時候就跟幾個朋友 就怎麼講 剛來台北的時候 離開了豬牧場 覺得我來做點 中小想做的事情 就是想當小說家 或者是搞電影導演 那時候讀完什麼 黑澤民的那種電影藝術 新潮文庫的那種 所以覺得很感動 就覺得 原來覺得電影是資金太大的事情 我沒有一個錢 那就開始在想 舞台劇這種東西是什麼東西 台北市根本也沒有舞台劇 有的話就是一些學校裡的 那種社團演出 或者是某些 三分主義萬歲的一些團體 在那種愛國劇 那到底 我那個偉大的戲劇 理想可以往哪裡發展呢 我來看很多戲就一直罵 每次看完戲劇都在劇院罵 剛才那個什麼戲 幾個朋友一起罵 罵了半天我說 算我們自己弄好了 他們說你有沒有錢 我說沒有錢 那怎麼弄 我說就是沒有錢也可以弄 那個時候就報定這個決心 就自己說 我們全部人一起沒有錢 我找了張三找李四 一個一個二個 經過說服溝通 來了一些人 第一天集合說我們 集合之前 我打聽過幾個老師 他們推薦說 有一位先生叫做吳敬基 他從國外回來 他學了很多 在紐約的外國黨會做了一些事情 可是他回台灣之後呢 他只埋在他的心理學教室裡頭 他都教書了 他夢剧場了 說你把他挖出來 我就很好奇 跑去把他給挖挖挖 那時候還有一個叫陳玲玲 陪著我一起做那個遊說的工作 把他挖動了 他出來當指導 他做了一些確實 別開生命的一些訓練 他用一些外白黨會 學來的一些東西 和他自己心理學的一些東西 在藍尼劇坊剛開始之初 擔任我們的指導老師 這麼一回事 不過到了這個 何珠新配的時候 好像就是 整個藍尼劇坊就開始有名起來 是不是這樣 對對對 等於是藍尼劇坊的第一個 第一個 一敲想起來的一齣戲 不過那個時候是 表現的手法 比較是喜劇的這種方式 因為何珠新配 是從一個老的經劇 叫做何珠配改過來的 所以他也 在形式上 有很大量的實驗的企圖 就是鼓跟金 說話的時候 有古人文法 有金人語氣 然後服裝上 走台步的動作上 包括音樂背景上 什麼時候給他的 現代的那個音樂 什麼時候給他的 敲鑼打鼓的音樂 怎麼樣 鼓跟金在那舞台上 怎麼樣混合 是這個戲的一個 很有趣的地方 不過我想像很多 像我這種年紀的人 對你一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你第一次在電視劇上 出電視的這種 飲料的廣告上出現的時候 是表現一種 用墨具的手法 來表現這整個的 整支廣告片 這個等一下我要請你 表演一下好嗎 我請這個大師級 再表演一下 來 就是拉一根繩子 拉繩子的時候 那個手指頭是 這樣子上去 叮 叮 反過來說如果像以前 擠牛奶 那個擠奶的時候 那個手指頭是 那個奶頭在這邊 手指頭是這樣子 是這樣子 那個奶頭才會這樣子 噴出去 它擠得快的時候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擠奶人手很痠 拉繩子的時候 手是反向 撈 撈 而這一段的空間 要始終保持等距離 然後再加上腳的配合 然後拉 如果拉到這邊 你突然繩子變短了 就不對 它始終是等距離 然後再加上腳的配合 它如果固定的固定 固定的固定固定 不動的話 它拉不動了 就這樣拉拉拉 拉拉拉 他還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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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表誕那個人 拉拉拉拉 好棒 好棒 真的是 這不解這個要練習得非常久 要花點時間分解的分解式的 在默契里面强调的 isolation 他的手是什么 手腕是什么 胳背是什么 每一节的 单独的活动的道 加在一起 所以才能够形成这样子 一个效果出来就对 对对对 来来 我先帮你有一张 特别非常特别的照片拿出来 来来 来 赵云看一下 那是谁 帅吗 他 帅不帅 同志啊 你当时还真帅 OK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 当初你骑着这个造型 那么你常常在骑着 就是骑着这样 背着书包起个单车 这样在台北市 这样走着走去的时候 很多这种对戏剧 有非常喜欢的这种少女 一看到这样子 哇 不得了的 都叽叽叫了 有没有这样子 会 我会觉得有一点 跟整个满街都是机车车 都是黄包车 这个 一个人购飞当久的 好是 公共汽车 计程车 飞快的时间 加上捷运 一个脚踏车 在相对之下 显得是比较怪一点 至于什么少女 什么吹口哨 没有 对不起 没有 有了 我是 我刚刚说我喜欢那种 农业社会的一些速度 我喜欢慢慢的去 他让我来得及看见路边的一些风景的移动 太快的事情 所以 我太喜欢 我们所知道就是说你除了这个 你自己到你目前的生活 其实你刚刚讲除了农业社会 其实你是很节俭的是不是这样 对 你的生活是非常节俭的 有的朋友 有的时候做得太节俭 会被人家骂抠门 对对对 你怎么 我怎么吃 拍个戏回家带这么多便当回家 剩下便当你都带回家 然后自己一个人吃吗 吃一个人吃 不是就是不能丢嘛 这是人是地球上的一种资源 就丢我觉得说不通 然后像妈妈在家里面是很节俭的 水龙头滴滴滴 妈妈就会嘟嘟说 谁怎么水龙头不关好 那 大概跟母亲的一些遗传 生活习性也有点关系 那后来来台北做舞台剧之初 生活比较困苦的时候 觉得困苦是骄傲的 因为没有钱 好像吃不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因为做舞台剧 那种清高的感觉 那时候我还跟朋友开玩笑说 我需要有30个朋友 每个朋友可以 他们在一个月之间请我吃一天饭 然后 那你就可以不用花钱 可是我要为那个吃饭 负很多责任 因为我们必须要聊天 谈一些事情 我必须在家里读一些书 制造一些有趣的话题 我们在十家饭吃才会 宾主清欢 有一次 有一次就是朋友 有时请客 因为常常吃自助餐 省吃俭用的 朋友一请客 我就把它像捞本一样的 把它吃很够 把这个礼拜不够的营养都吃回来 我觉得有一次西门丁吃太饱 你知道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吃太饱这件事情 太可怕 我在西门丁一个棋车上 那已经是快20年全 在棋车上哀嚎叫出声音 没有办法不叫 因为太痛 脸是白的 你是想要捞本是吗 捞后来已经快了 我就快死了 痛苦于生 脸是白的 然后就叫身体要崩溃 要叫很几分钟 才能够让这个死亡 接近死亡时间过去 那次最后觉得以后 不要吃那么饱 所以任何人都不要 请金字决定吃什么蒙古烤肉 一刻 然后你随便吃 不能吃这样 那会把它撑死 我最近比较懂事了 就是开始 最近有比以前来讲 也比较有收入的能力 以前是 以前的早期搞剧团的时候 简直是 有时候打开抽屉一看 钱到明天为止 会这样子 你现在是单身嘛 对 那单身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比较有趣的事情 但是 但是好难 好难讲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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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身有趣的 说出来了 有点惨了 不是惨不惨 你不想我帮你讲好了 沙拉的故事好吧 有有有 我有学做菜 觉得 我到个年纪觉得 这个把自己口腹养好是一个 怎么讲 很重要的事情 很重要的事情 我比以前多挑一点嘴 然后在家里会自己抹地板 自己打扫天 我不要讲到那边去了 我们讲沙拉 你要把它擦开 人家叫你 我打电话问他了 问那个 那边拉我小尾巴 问个朋友 我在想 我问我问他 沙 那个菜怎么做 他说放沙拉什么什么什么 他就做凉拌菜 然后我就 好 都做笔记了 我又被出去买了 我一想沙拉什么 沙拉什么东西 我就问他 问他一瓶多少 他听出我的潜台词是 不太了解沙拉指什么东西 一瓶多少 我也指 他跟我说 不是你想的 你想的是那个 沙拉托 那字会怎么样 你知道一个人拿电话筒 没有人看他 而且可以脸红 是什么画面 沙拉托 OK 好 我们还会在这一些正题 比如说 这一些 这个是暗点桃花园是吧 对 那这个呢 这个也是吗 这两个是暗点桃花园 那么这个是 这个是说 这也是在说相声的时候 这个也是吗 这两个是说相声的时候 那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演一个 整个戏是讲个老人的故事 叫红色的天空 这是一个在老人院里面发生的 那这边这个就是 红色天空的戏的那个ending 那个人就在自己的座位上 说几句话以后 他就死掉了 他在咽气的时候 旁边一个老太太 在安抚她说 放轻松 就这么一口气而已 不要怕勇敢地走下去吧 不过你像你这些 有一个特色就是 有很浓厚的一种 对大陆的这个乡潮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 大家一直是把你演成什么 叫你演的共匪啊 然后大陆人士啊 然后像你自己对这些角色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 最早以前 我刚进 刚入这个行 被人家抓去演的角色是 就是有个老头 那时候我234岁 就演老头演 然后下一调出去 又找我演老头 而且比第一次老头更老 后来就越来越老 当然我声音就很低 说话那个味道 就是慢针吞的 还怎么样的 老气横丘的 后来除了叫我演那个大陆同胞 或者受苦受难的什么人以外 有一段时间 跟丁善喜合作做他助理 他很喜欢叫我演 他的那些烈士 他很喜欢拍那种 革命先烈的故事 然后就叫我演烈士 然后我发现他说 我演哪个烈士都很像 反正就很像烈士 然后回想我这些 演来演去 演了很多烈士 演了很多老头 演了一些外乡客 或者是肥干 还有我自己从小 因为生活在一个眷村里 被称之为所谓的外省人 外省人这种称呼呢 在小时候它是寓意不大的 它是一种小时候的一种概念 在稍微大懂得反省自己的许多行为的时候 外省人这个字眼对我来讲变得很有趣 它是一种 一种自我放逐的一种外乡客 它很像我在早期读书 读到存在主义里面 写的一些这种异乡人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身上的这个角色 真的是充满了这种机灵的 残破的 而且浪漫的一种骄傲 而且像众楼怪人 他是一个怪人 但是我们充满了对他的一种奇情想法 那这种特殊位置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他常常会比别人更自卑 会比别人更骄傲 他用他的自卑来对付别人 他用他的自卑来抵抗一些什么事情 那我跟自己这个身份打滚了 其实蛮有趣的 而且一直很有信味 可能是自己在这种东西 信味上很够 所以别人 怎么讲 我在扮演这些 爸爸那一代的 像爱莲桃花园里面 一个永远回不去家乡的一个人 或者是有个坟 永远回不到自己 父母旁边埋葬的那个坟 他的那些想法是什么东西 对我来讲是 有比较充分的 同情上的一种体会吧 你扮演那种角色 所以我的内在比较容易到达 有时候 我记得我在扮演暗恋的角色 排练当中 快要接近演出的时候 戏里面对那个角色的某一种 息息相关 疼养相关的感觉越来越重 我会某些很小的点 都可以一出而发 就是像我在 有时候扮演三星四点五点 我从朋友家离开 骑过脚踏车 在路上走着 也被回家睡觉去 路上行一面走到一个老者 他是因为早起要晨跑 其实这样的画面就会让我一路就开始 心里面突然抽紧 我心里想他是一个孤单单的一个老头子 他在那里为健康服务早起 而表现关于这种 所谓的飘零的一个 一乡人的一种感受很强 我觉得他这一生还几年吧 所以基本上你还是对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看 先有一种同情 然后才会帮我演出这样一个角色 对对对对 OK好了 我们来谈一些你最近的新作 等一下我让你来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新世纪天使隐藏人节这一部 你刚才一直在强谈说你希望比较走的时候农业时代这样子的一个tempo的一个脚步啊 但是你现在演这个我们都是一家人是哗哗哗好快那样好快 对 那你现在自己演到我们都是一家人这样子的一个 你可以适应 你觉得你可以适应这样子的一种电视的作业吗 有的时候适应有的时候不适应 那么 这是我预期得到的事情 那么他也在朝追求怎么样让自己进步一点改善吧 那我当初在开始并没有预备要接这个戏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是我刚刚所说的 那正好那个时候顾宝明要去大陆拍戏嘛 然后他们觉得家里面还再进来一个老人家比较好 就把我给抓进来 抓一个共匪 对对对 我说我干嘛又要演共匪啊 那他跟我沟通的结果 他说我这我直觉觉得这个房间里面做了一个戴匪看的一帮子 一个人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说哦真的吗 就就就来了 那他是跟我对我自己这那么多年来的作业方式 我喜欢走舞台剧 我喜欢慢工戏活 我喜欢哪一类型 或者习惯哪一类型的角色 那等于是一种破格 就是让自己做另外一件事情 不过真的是 其实蛮好的 对我自己来讲蛮好的 就是所谓破格就是说 我觉得我跟每个人一样 身上有好几个器官 我们这一辈子只用了几个器官 有的时候我不会用器官这个字 我用每个人身上有好多面具 或好多张脸 那有的脸你用得很熟悉 有几张脸你从来没用过 在某一个场合 你这一辈子正好机缘得到 你就用出台了 否则的话 你就一辈子用你最习惯的那几张脸 做了你这一辈子 你自己 那么我在这种破格情况下 我会发现某些不曾动用的器官 被激荡 被逼得要出来 那我感觉到那种好处 不过这是你的好朋友 李立群的讲过 就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 是一个为真熟一笼 为真熟的馒头 你自己对他这样讲法 你觉得怎么样 他是北方吃东西口味 他喜欢吃馒头吃包子 而且他喜欢吃很熟的包子 他一开口就是包子 那像赖神山回答的 小西米的说法 我觉得这东西刚好就 因为李立群这次要说 没有真熟的包子 我想也是基于我们在舞台剧上 长期的一种慢工戏 或精雕戏作的一种作业方式 相对于那样的东西 其实不只是一家都是人 许多电视节目 我们知道电视节目 它都是素食 要很快地拿本 很快地上台演出 有些连续剧 或者是一些综艺的短剧 它都是很快 那么五十部一百部 然后这个一家都是人也是 无论如何它是一个电视媒体的一件事情 它没有办法真的那么精雕细做 因此注定的某种快速是一定的 让它又快速中的快速 它已经摆明了就是 我要拿当天的新闻 我要拿当天我们最快速得到一些实时材料 立刻发挥出来 在这个家当中 这个家当中 我们没有新的景片可以变化 他们不会做一大堆家以外的事情 在这个家里头 在这么一个格局里头 某种一定的粗糙性 就因为素食及新的速度 会一定有 而它也正好就成为这个戏的一个格调 它有一定的粗值 跟它一定的速度 而它的就是沙西米的一种解释吧 我觉得它们正好 互相再说明一件 这个事情的整体性 我想你有空的话 请他们一个人吃沙西米 一个人吃馒头的和解一下 OK 来 单单你的新剧吧 这个是一部描写这个同性恋的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去年 过去两三年 这个《天使隐藏人间》这一出戏 是在纽约的白老会 怎么讲 等于是排行榜第一名 它得了很多项大奖 然后它的卖座率之高 许多观光客蜂涌而来 就为了看一堵它的面貌 等于是一个美国的史诗 这么一出戏 它融合了许多复杂的大话题 包括宗教 政治 种族 性别 阶级的各种东西 它这个总称叫做 美国是个大熔炉 纽约又是个大熔炉中的大熔炉 它到底熔了没有 显然很多问题在这边穿帮 那放在我们台湾或者放在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来看 我们不是美国人 我们干嘛演这个美国戏呢 那其实熔炉这两个字 离开了美国到我们身上来解释就是 在我们身上也有种东西叫做熔炉 它追求的东西不是种族平等 它追求的东西是叫做平等 或者是和平这么一个大的字眼 人类到底可不可以平等 人类到底可不可以和平 用美国这个熔炉作为一个例子 是一个很过瘾的例子 它最精辟的比喻莫过于 它用AIDS来做它的主打 AIDS它没有意味着只是探讨 说同性恋他们是活得多么寂寞 他们是多么需要我们为它抱不平的 一个少数民族 它用一个很抽离的状态来探讨 同性恋这个AIDS本身 它有个很漂亮的句子 比喻它说 AIDS怎么得来的是 那个保险套破了一个洞 那保险套破了一个洞 它把它比喻为地球的 那个臭氧层破了一个洞 它说那是一个人类的问题 那那个洞意味着 许多的问题发生了 那这个剧中有一大堆 同性恋的辩证 有一些犹太人跟黑人 跟白种人的辩证 包括宗教 它是摩门教 它是天主教 它是基督教 它是犹太教 各种教 许多问题都在这个东西 这个大 这个剧本下的大容 我把这问题都放进去了 那你在里面演的是一个同性恋 剧中几乎通常都是同性恋 无意幸免 我是一个剧中最大坏蛋同性恋 坏透 这个角色是当初写剧本的这个人 在写的剧本的时候 唯一在美国当时 雷根时代 唯一的一个真的一个人物 真的有这么一个大坏蛋律师 他当时制造不少冤语 把人家给都坑死了 然后他地位在白宫里面常常走 他是在白宫可以走来走去的一个人 很厉害 他最后也是得了艾滋病死掉 可是他对外宣称他得的是肝癌 他不承认 因为他很好面子 而且他不否认他是同性恋 他觉得同性恋是一个很低等的意思 他说那些人 我才不屑做那些人 他是一个异性恋 虽然我和男人睡觉 我和男人性交 可是我不是同性恋 他对同性恋做了一种他自我的解释 在其中这个大坏蛋 那个嘴巴真的滔滔不绝 正如同他的职业 他是个律师 善变至极 他跟命运辩论 他跟上帝辩论 他有一套自我对于死亡的解释 对于同性恋 对于阶级仇恨的一种他的解释 就坏特了 而且在剧中他被比喻为 像撒旦一个魔鬼样的人 我演了很多年好人 苦难的劣势 受苦人 钟云哥演一个害人的坏蛋 最近身心非常健康 平衡过来 我看万物都带着微笑 怎么说呢 怎么说一开始 在8月23号 连续10天在台北国家 国家剧院演出 国家剧院演出 对 接下来9月中的中立 10月11月在中南部 高雄台南台中演出 好 那到时候是不是 要请大家一起去看 对 剧中还有一些 很熟悉的一些演员 什么笑爱 冯一刚 还有那个阿牙也跑上去演 阿牙可有可信吗 他演那个一个黑人 还有黑女人 阿牙就演唱 他演成这个 大光装很大的胸